我记得上一次你在对话现场的时候 说过自己挺喜欢金庸的小说 喜欢风轻扬 如果一个人一旦成为武林高手的话 围绕在他周边的人就会很多 这些人当中你可以分成两类 一类是朋友 一类是敌人 你努力在打造这样的一个基础 但未必每一个人都领情 刘强东就在抱怨 支付宝实在是太贵了 每年我因为要支付支付宝的费率 要多支付500到600万 京东对支付宝还没到 离开不行的地步 因为目前在线支付 在京东商城用户支付所 占的比例并不高 只有10% 即使停掉影响也不大 他还真不是说说而已 还真的给停了 就在去年的5月份 他就停掉了支付宝 我觉得可能 你希望他是生态链当中的一员 但是从这样的举动当中 我们外人判断 他好像把你当成了对手 天下把我当对手的人多了去了 他觉得贵的 他觉得不合适 他离开 你离开了自己建挺好 只要他觉得建的比我更好 他觉得效力更高 当然得支持他 至于到底是不是这么贵 是不是费用更好 他心里应该是更清楚 您应该问他 到底是不会在哪里 对吧 这个对手我是这么觉得 其实一个公司最有乐趣的时候 是你的客户成长 第二 你的对手也变聪明 也在成长 你最怕的是蛮打的 全师碰上一个蛮师 你也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吧 一个全师碰上 另外一个也是顶尖高手的时候 大家才能互相成长 所以其实在对手过程中 我觉得你要欣赏地看对手 我觉得以前吧 我刚创业的时候 跟大家也一样 就觉得对手 反正对手干的都是坏事 他干的一定是针对我来的 他对这个东西 肯定是针对我来的 我今天跟以前 有的差异 不是因为我们的企业 做这个规模 而是四十五年以前 我们想明白一个道理 要欣赏地眼光看对手 你看这个东西不错 对不对 得学习 他那么生气 输了 就是你觉得跟对手竞争的过程 最主要是让对手心情变糟糕 乱了方寸 下棋的时候 对不对 这个两个高手之间 下棋的方寸 对方方寸一乱 你才有可能赢 如果对方老是方寸要乱 这不是你对手 你就别打了 谢谢大家